截止到2020年 世界上总共有65名女性登上过太空 我国航天员刘洋、王亚平 分别是第56和57位进入太空的女性 她们在被选为航天员之前都是已婚状态 王亚平2006年结婚 刘洋2004年结婚 但她们在执行完太空任务后 很长时间都没有身子的消息 之后就有不少人造谣称 女航天员返回地球后 就会被禁止生育 嗨 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女航天员返回地球后 真的会被禁止生育吗 有一种谣言一直流传于民间 谣传女性在进入太空后 会遭遇强大的辐射 这些辐射会让女性失去生育能力 甚至是基因永久变异 所以女航天员返回地球后 不能生孩子 否则会流产 或者导致胎儿畸形 在国外 的确有过女性宇航员返回地球后 怀孕流产 或生下畸形胎儿的先例 但是流产和泰儿畸形的成因有很多 闪电哥认为 并不能因为它刚好发生在女性宇航员身上 就与太空的辐射影响联系在一起 首位进入太空的苏联女性宇航员 吉列什科娃和NASA的多名女性宇航员 在回到地球后 都生下了健康的孩子 包括我国的刘洋 在几年前也做了妈妈 她的孩子一样很健康 基因永久变异的谣言 是来源于美国的双胞胎天地隔离实验 双胞胎Scott Kelly和Mark Kelly都是宇航员 Scott在太空待了一年 而Mark留在了地球 在Scott返回地球后 科学家就对他们两个进行了三年的观察 根据研究数据显示 他们的DNA图谱几乎完全相同 之后 两人继续给科学家提供着生物样本 进行研究 但科学家后来发现 Scott的基因中 有8.7%出现了永久变化 这件事情过后 很多人都被媒体误导 认为这8.7%的基因是永久性的基因突变 但其实这只是基因表达的变化 而基因表达的变化是伴随我们一生的 人类从出生到死亡 不同的刺激都会对基因表达造成影响 最常见的刺激物就是紫外线照射和致癌物 也就是说 即使不去太空 Scott可能也会因为其他因素 发生基因表达的变化 更何况 太空上有很多地球上没有的刺激物 所以基因表达发生变化也不足为奇 至于辐射 离我们最近的太空辐射 几乎都是来自太阳的 人类之所以可以一边利用太阳能 一边安全地活在地球上 那要归功于地球磁场 对我们的保护 而人类的空间站和载然航天飞行器 仅在地球第一轨道进行运作 地球磁场依旧能够为其挡下一定的辐射 除此之外 航天器和航天服也能屏蔽掉一部分辐射 氮化膨纳米管材料制成的太空服 就能为航天员阻挡掉部分辐射 即使在火星上也很有用 而航天器的表面都会采用耐高温 隔热和防辐射性能好的 镍基合金和石墨烯纤维等材料 总之 辐射会被控制在人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辐射和空间环境带来的影响 在宇航员回到地球的一段时间后 就会慢慢消失 所以说宇航员去到太空 辐射是会有的 但如果会影响 也是影响太空中的每一个宇航员 退一万步讲 就算太空环境真的会影响 女航天员的生育能力 那同样也会影响到男宇航员 这不光只会影响到女性的生育能力 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 女航天员被禁止生育呢 接下来闪电哥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航天员的选拔标准 你就明白了 首先 航天员初选时的年龄 要在25岁到35岁之间 身高要统一在1米60到1米72之间 体重在55到70公斤范围内 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胖 因为太空舱空间狭小 身高过高 在舱中不方便活动 体重太重的话 对航天器的载重能力要求就更高 其次需要有强大的生理功能和心肺功能 航天员要对特殊环境有耐受性 身体适应力强 一般情况下 能够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 大多都是飞行员 他们的训练不用从零开始 而且对航空器有一定的技术了解 这样的话 培训成本会大大降低 身体健康 没有疾病 也是必要条件 药物过敏 取齿 咽炎 脚气 伤疤 皮炎 哮喘 耳鸣等 都是病症 都是选拔航天员要规避的 比如取齿在太空特殊环境中 就很容易复发 而且在太空中很有可能诱发隐性遗传病 因此有家族遗传病的也不行 航天员在选拔时 连自己的家人都要接受体检 甚至还要到家里调查家族病史 航天员身体上也不能有伤疤 疤痕在太空中容易受到撕扯 开裂 所以女性航天员如果在选拔前生了孩子 也必须是自然分娩 动过剖妇产手术也不行 一般情况下 女性航天员最好是已婚已孕的 但如果综合素质非常优秀 却未婚未孕的话 也可以被录取 最后是强大的心理素质 在人航天活动 要一直处于远离地球的密闭空间里 加上需要克服缺氧 造身等困难 对于航天员来说 心理承受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要求航天员已婚已孕 也是出于对心理成熟程度和责任感的考虑 已婚已孕这一条规定 同样适用于男性 因为有人在航天员选拔标准中 看到了已婚已孕四个字 就断章取义地认为 女性在成为航天员之后 就不能生育了 总的来说 男女航天员的选拔标准 基本是一致的 女性航天员数量比男性航天员少 是国际载人航天事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 让大部分男性在太空环境中更具优势 所以 女性航天员无论何时 都不会被剥夺生育权利 打个比方 一名女性航天员 如果在进行过一次太空任务后 回到地球结婚生子 但因为各种原因 不幸难以顺产 必须剖腹产 那么她在生育过后 就不能继续进行太空任务了 闪电哥认为 这是要求航天员已婚已孕最重要的原因 人生大事解决了 就少一些后顾之忧 如果真的发生上述的情况 这名女航天员进行过剖腹产手术后 就不能继续执行太空任务 不但阻碍了航天员自身的发展 也浪费了国家的一个人才资源 最后闪电哥再做一个小拓展 科学家在挑选最早的航天员时 本来是想要女性的 因为女性身材相对小巧灵活 很适合当时载重能力弱 空间狭小的航天器 但又担心太空的无重力环境 会影响女性的月经周期正常 最终还是选择了男性 不过这个顾虑是多余的 因为后来在培训首批女航天员时 发现月经并不会产生影响 不会额外出血 也不会无法顺利排出 甚至是月经周期都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女性宇航员上厕所时会很不方便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于女航天员返回地球后 就会被禁止声誉 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